我衣服都沒有 我是因為他如果我不幫他他不會吃 如果我不幫他洗衣服他沒有沒有時間洗 是不是覺得很沒有自己的人性的樣子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 我覺得愛主婦那時候很愛啊 我是認為蠻有要求的算 然後有一天 可是因為他真的會餓死 你就讓他餓啊 那你怎麼不阻一些犯動龍腫菌啊 沒有而且你以為他真的會讓自己餓死嗎 然後他按到發抖他自動會去吃飯 你送飯去的時候他臉上露出感激的神情嗎 那時候就是已經凌晨三點多 然後他他就回我一個簡訊說他整天都沒吃 所以我就是幫他帶過去 我就幫他帶一大盒甜圈給他跟他朋友吃 然後我帶過去的時候 肚子餓應該要吃鹹的東西 對啊三點我不曉得是甜甜圈的 因為他們喜歡蠻糖的 因為他們需要 然後又不是在紐約幫你吃 那時候我就看到他心情 心情很不好 然後我就說 你還好嗎 然後他說 你真的 你真的不懂啊 你都沒有自己的事要忙嗎 你說是一天都問我怎麼樣 問我需要什麼什麼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甩個屁啊他 OK 所以他說的你不懂 並不是你真的不懂 而是說你不懂他的心情 他就是罵我 你就是這個女生 你很可悲 你沒有自己的人生 你沒有自己的人生 那你知道他甜甜圈吐出來啊 可是 可是我那時候已經太難過了 對 我就看著他 然後就很冷靜的說 然後我就走掉 OK 然後他就過了可能15分鐘就打給我 然後就說 道歉 因為他剛剛 他那時候罵我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很傷人 他說 我從來沒有遇到像你這麼黏的女生 像你這麼會管我的女生 然後過了15分鐘他說 我真的剛剛是發生一些問題啊 我真的是亂發脾氣 對 我其實應該說的是 所以道歉就好了 可是我已經 把我弄得很難過啊 我已經開走 然後已經帶衫 因為我還要開上衫啊 去帶過去 可是很貼心啊 他道歉了 可是男生都是有這個問題 他們講得很傷人的 做很傷人的事情 然後之後就道歉 他說 欸 我都道歉了 可是女人已經 類似個小聲道歉 立刻就不生氣啊 你沒辦法這麼快忘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 第一刻就是男生 第一刻就不要道歉好了 不行 不是 不是 然後我就發想 我慢慢發覺 其實我都是 我要多為自己活 對 因為他也會跟我講 你現在不是我最重要的事 然後那個 OK 我懂啊 工作上學很重要 比我重要 可是 聽你愛的人講這句話 很 很傷人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決定 好 那我要做 我要做的 可是我覺得女生 常常會一昧的對男生好 然後再說 我都為了你犧牲多少多少 對 那聽了也蠻煩的 所以你們自找的啊 你們犧牲那麼多幹嘛 對 可是他也不需要講這麼狠心的話吧 對 是 我覺得說你不重要這事情不行了 對 然後我一跑過來 他就開始 就是 我發現我那時候應該對你好一點 那 我看到男生的女生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到現在已經 越跑越不見了 而且被 吼一句說 你少煩 你不懂啊 這個不懂通常不是 她碰到的這個事情 而是真的你們女生不懂的事 我可能不能講這種事 你們八位曾經被講過說 你不懂啊 曾經被這樣講過 而且最快你們女生不懂 你們不懂的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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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懂嗎 你們要講出來 對 你講的那個是我啦 就是不懂 因為有一次我老公 就在念那個醫學院的書的時候 他要考試 然後我在旁邊換完換去 就很無聊 想要跟他有個共通的話題 我就過去說 這圖片好可怕喔 他在幹嘛 然後他就說 這個在龍乳啊 幹嘛幹嘛 就是那個義乳要切掉什麼什麼 他就講完仔細 他還要幫你解釋 講完之後說 然後翻個兩葉 倒個才華 哎呦 要這個呢 然後他就說 這個就是好 就是要變性的時候 要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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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轉過去弄個 我們夫婦兩天的內容 好刺激喔 他就說 你煩不煩啊 我講那麼多 你是懂對不對 不然你來考 你來考 你念書你來考 你來考醫學院好了 你是很煩嗎 你懂了嗎 他在準備考試耶 好難喔 但是就想要跟他兩個互動啊 就覺得他念書很煩 他在準備考試 你互動怎麼動 沒有就不希望他是一個人在辛苦 不希望他是一個人在辛苦 你想要跟他有一點就是 對啊 那你就只要把茶點奉上說 辛苦了加油就好了 加油 而且我想要 而且我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之後可以幫他做個什麼事情 少平的又是行徑 遭難又罵的狗血淋圖了 我就因為那隻聖誕中的小狗 然後跟他說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然後我就很賭氣的到寵物店 我說我真的要買一隻狗回去 所以我 所以你不懂的是什麼事情 很多啊 什麼打電動啊 然後還有球賽啊 賽車啊 那個 我們都懂 可是 所以 所以你不懂的事情 是說 你有把頭伸過去說 我不懂這有什麼好看 是不是 就 我不會去這樣子跟他講 但是我心裡會默默覺得說 有什麼了不起 這有什麼好看的 就是 可以看到就是 也不用陪女朋友 然後好像自己一副那種很厲害 然後很忙的樣子 球賽真的 看球賽的人真的會忽略女友 陳建築會不會這樣 會 會 他就會變成行屍走路 你問他什麼 就會說 對啊 什麼都不可以 眼睛不離開畫面 對啊 都這樣 任何比賽都會 像F1也是啊 那個F1賽車也是 可是 球賽還好 然後是有人都在旁邊講話 但F1不會 從頭到尾都 對 然後從頭到尾都 然後你會覺得 到底現在還在幹嘛呢 而且F1本人也是這樣啊 我們去看我本人 他就 對啊 他就 發生什麼事情 F1本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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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的你也不懂啊 沒有 你也不懂 不是 在跟我老公聊天 然後比如說換個衣服 就說 老公你看這件怎麼樣 然後他沒什麼反應 我就想進去 然後再出來 老公你那個什麼罰單要繳了 然後也沒反應 就出來 然後我就真的生氣 我就說 你這樣你現在到底是怎樣 我跟你講那麼多事情 你這個不交換也被罰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啊 然後他就 沒反應這樣 我說你這樣不回答我 你 你到底剛剛有沒有聽到我講話 然後 你沒有反應 那你現在球賽到幾比幾嗎 他明明就有在聽 好怪啊 所以他會回答 對 他明明就有在聽 所以就是你要問到對的問題 他就會回答 就跟過關一樣 你要按到對的 男生不要很像人 他這樣的話不對嗎 這是他的人生耶 對啊 被說過你不懂的還有誰 對 都被說過嗎 那玲玲玲你被說什麼 我忘記好多 而且我最討厭的是 大家都會喜歡用 模特兒沒大腦這件事情 來說 譬如說 問他哪一條路在哪裡 然後他說 這個都不懂 你是模特兒嗎 對 你是模特兒耶 怪你沒有大腦 然後再告訴你 所以夜間是任何模特兒 沒有大腦的嗎 蛤 你不是想這樣想 不是 你不是想說話嗎 沒有沒有 很多人很多男生會說 就是因為長得漂亮 然後沒有大腦 才去當模特兒 你也被這樣講過嗎 我不想講過 就是他們可能 隨便講 你就體會到現場片傳播嗎 幹嘛 你就覺得心有吸氣焉嗎 不是就是說 她是模特兒 她是模特兒 不是我師妹啊 對 我要替她澄清一下 她是我們的師妹 她是你們公司的模特兒 對啊 我覺得你們公司以前門檻比較高 對 你們現在怎麼拔光 有時候也是需要一些 沒有啦 而且她今天竟然坐對面 還蠻替她抱不平的 怎麼會 那我們這邊 怎麼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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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心嗎 林佑莉被男友唸過一句 我不懂跟她很煩人有什麼關係 就是 說什麼 胸不平這樣就要講 她不是男朋友 對 因為有人講所以她不能道理 為什麼 沒有 就有一次大家在聊天的時候 然後有一點小桌這樣子 然後他們可能兩個人在講 某個電影的情節 我在旁邊可能啦啦啦啦 結果 提醒你